我是孫淇君 郭郭啊 我最近在空情的時間看很多部戲 然後有一個感想 就是你們女生是不是無時無刻 都是很有心機的 什麼叫我們女生 男生也是會有心機的 男生沒有 怎麼可能 我們的思想比較直接 比較理智 我們不會想到就是這麼遠 而且有這麼多角度 女生有心機就是覺得 感覺是空場的感覺 俯瞰整件事情 還是說你周圍的女性朋友 都是這麼有心機 我就是怕 你就是怕這個 我告訴你 看不出來沒關係 因為我們今天有三位來賓 他們對女人心機這件事情 是特別的有研究 我們趕緊來歡迎他們好不好 好 歡迎雅雅澤導演 大家好 主持人好 你好 歡迎柯佳彥 大家好 我是佳彥 你好 歡迎吳可熙 大家好 我是吳可熙 三位好 不過講到女人心機 為什麼會有一位男性導演在現場呢 因為他就是導這部女人心 系的導演 你是對女人心機 特別有研究是不是 因為活到四十幾歲 很滄桑了你知道 也沒有到那邊看到吧 受到很多迫害這樣子 對 其實這也是我的問題 就是因為我有去看這部片 對 我有去試片看 然後我其實對於導演 最深的問題就是一個男生 因為連劇本其實都是導演自己寫的 我很好奇的是 你怎麼樣在寫的時候 讓自己有那個女人的心境 跟女人的思維 發自內心就覺得自己其實是女人 對 而且一口氣寫了很多女人的心機 不是只有一位 對 這一次大概是我寫過最累的吧 因為裡面的男生大概都是配角 然後主角們都是女人 大概快十個女人這樣子亂鬥 所以你也覺得當女人很累是不是 研究女人是一件非常累的事情 因為要去猜血量跟血量很累 這兩個可能在片場 被我釘到有點怕了 你看他們都做得很端正 導演其實剛剛人很好 他說男生在這部戲裡面是配角 配角對於戲裡面的男生 我覺得已經是很稱讚了 在女人那部戲的世界裡面 男生不過就是棋子而已 是這樣子嗎 是啊 是啊 在真實的世界 有時候也是這樣吧 我覺得你們男生 是不是對女生成績有點太深了 所以我剛剛才問你這個問題 我很深怕 其實我現在身就是棋子你知道嗎 你真的是不用擔心 對 但是我覺得男生看這個女人 心機角度確實不一樣 所以導演也覺得 男生跟女生耍心機的程度 也是不同嗎 我覺得最基本就是因為女生 可能在這個社會結構底下 向來都是在家庭裡面也 女兒比較容易被忽視 大部分兒子會比較受重視一點 如果家庭同時有 比較保守的家庭 對 對女兒可能就是 或者是你到職場 女生的薪水就是比男生低 最現實的就是這個問題 所以因為長期在那個 如果比較低的位階裡面 你要生存 你就要找一個很好的方法 就是以退為進 以退為進 這是最... 這是什麼退呢 怎麼退 先示弱 某一件事情就可以先低聲示弱 但其實退了一步 你就更容易掌握那個人 我已經開始聽不懂了 你知道嗎 所以說就是說 退一步這件事情 其實也是在耍一個心機的意思嗎 對 對 然後給自己多三秒的時間 去思考要怎麼得分 人生好難喔 不會... 你還拍兩個月的戲 我就可以幫你調教得很好 是嗎 調教你如何成為一個心機女性嗎 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整組戲的 不管男的女的都 拍戲的時候 我都是這樣調教他們 真的啊 對啊 因為弄攝影師弄美術 大家都很愉快 是... 拍完兩個月 大家都變得很表這樣 我覺得大家就是 不如先看一下這部片的VC 寫官衣的VC 讓我們看一下 你們的一家 站出來 全場都讓你們給政府 今天一塊錢去買 明天一百塊賣出去 這麼迷人的遊戲 誰不喜歡 乾杯... 上面呼人在賣散 下面官員還討紅包 這個面子能不做嗎 你看 拜託 菩薩幫夫人打災了 祝祝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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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生的菩薩 彌陀計畫落點拍板 那時候菩薩 就身官成法 他在偷聽我們講話 怎麼那麼瘦 當你拿了一堆紅金馬來的地 之後卻變回一堆山 會氣到想殺人嗎 菩薩 開發的順序被你這麼一調動 你知道有多少錢 被你掏在那裡嗎 冒險啦 要處理了 搜索錯案的手法非常利弱 你可以幫你執照告訴我媽 我媽特別要我送波長來專辦公室 然後用你的胸利破案 還是最乖 怎麼樣都不可以分開 還不都是你廢的 我不啊 菩薩 我說幹嘛 你不要相信我 我是為你好 我是為你好 我是為內吼 你們兩個不都是一樣 只要你跟沙子一樣拖出來 不然我會等布林出來的 平安 我好不夠 還是在那裡我嗎 你做事不夠不正 找個舊班的再跟我聊 好了 你當這裡是甚麼地方 我相信你 不要拋 笑到最後 我剛才只是贏家 對 果然 看到的都是女人之間的鬥爭 男生很少出現 是 可以請導演跟大家 先簡單介紹一下 血觀音這部片的劇情嗎 血觀音這個片子 主要在講那個 官跟商之間 勾結中間的人 中間人擺手套的一個家庭 他們這個家庭是以 賣古董藝術品為生 這樣 一家三口都是女人這樣 各有不同的工作職位 但牽扯出一個滅門血案 滅門 滅門 是一組人一個晚上就沒了 算恐怖片嗎 他不是 驚悚片 其實最後是 其實在講 除了職場上的 女人之間的關係 最重要是講 一家三口 母女之間的糾葛 母女之間也要有糾葛 有很多 就是其實他描述 愛這件事情 跟親情這件事情 對於每一個人來說 其實都是不一樣的 他把每三個人對於 就是不管是錢財 視力還是感情 三個人可能優先順序 排列也不一樣 這三個關係就是 這樣子連在一起 所以可惜是在裡面 飾演的是女主角的部分 三個女生都是 都是女主角 那也都是 你演的心機的程度 是在下中上 應該是 我演這個角色 應該算是 所有心機很重的女人裡面 心機最沒有的一個 真的嗎 最善良 最正常 但是 因為從小在這樣環境長大 所以他也學會了 很多很多的一些武器 方法去做各式各樣的 一些勾董這樣 可是其實他是最善良 最有愛的一個人 看起來最壞 可是其實最有愛 最好 你就把他想像成 一個公司裡面的公關 就是他 公關 對不對 可是他的那些公關的技巧 跟公關的方式 是他不得已的 不得已的 他必須這麼做 對 所以關於心機部分 我覺得佳音應該很最有 怎麼講 最知道怎麼樣 表現出女人心機 因為你之前其實演的戲劇 也就是心機女 是吧 資深女演 資深心機女 對 沒有 我剛剛看了想說 我不是女主角嗎 妳是配 上面是寫說妳是配角 只是CT值很高的配角 她是最強客串 是去客串 特別的演出 但是你很常跑片場是怎麼 為什麼 你去宜蘭這樣 就去了幾個地方 因為我也是不得已 也是不得已嗎 這個角色是 他算是比較關鍵 我本來想說客串很輕鬆 但是 我是飾演裡面的 另一個演員文綺 他的長大成年之後 所以我必須要知道 他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他們之間的情感糾葛 所以就變成劇本 我也要拿到完整一份 全部看過 然後也要先到片場去 看看他們拍戲的一些 風格的氛圍跟狀況 所以才說一直跑片場 是這個原因 因為他最後有一個 很關鍵的一場戲 是其實跟小時候 出現過的場景是很像 所以他必須要有一樣的 能夠回憶到那個狀態 不管是恐懼 還是他的慾望 他都要能夠重新呈現 所以兩位在戲裡面 是有對到很多對手戲嗎 我跟他比較沒有 比較沒有 我是跟他小時候的那個角色 對 我的確常看到他在片場 看我的片場 這場有妳嗎 這場有妳嗎 為什麼不如導演 就直接請他來演 就是比較多場戲的角色 怎麼就客串這麼一小小呢 因為人家太紅 太貴 經費上還是有一些問題 我們還想演文綺的角色 但導演說我年紀太大了 要演14歲的確有點辛苦 14歲那真的是好像 對 確實 對 因為他們還有一個 裡面三個女人裡面 有一個妹妹 所以那個妹妹 就是柯佳妍後來 就是長大之後 是演她的角色是這樣 那佳妍妳在對 妳之前拍的戲劇 不是都是演一些 就是有心機女 還有各種不同的角色 妳有覺得對到哪一個演員 妳會覺得特別的有心機嗎 沒有 因為我一直都是女主角 這有自信 這有沒有其他的女演員 眼裡沒有其他的女演員 眼裡沒其他演員 這個回答我覺得要學起來 沒有 是拍完這部片之後 就有這種自信這樣 但是我覺得 真的就是演完之後 我去演完之後 才發現說自己身為女人 好像都不太了解女人 其實是耶 因為我覺得心機 所以如果你平常沒有這個東西的話 你要演出來 其實也有一點難度吧 對啊 那導演這樣怎麼樣 告訴演員說 你要呈現那種心機的感覺 其實心機不能呈現 心機要穿過水無痕 就我在表妳 或者是我要占妳便宜 絕對不能露出我要占妳便宜 那就太遜了 那你這樣功力很高深 是… 就在製片的磨練之下 因為我們製片界很多 長輩都是女性 他們都 平常都 而且他在戲裡面呈現的那個心機 是你看都沒有 等到出事了才 會有那個恍然大悟的感覺 而且很多 他這戲裡面彩蛋超多的 真的喔 不會冷場的 雖然是劇情影片不會冷場 那有沒有一種是 就是你現在可以跟大家講說 就是你剛剛講的 你要表現出心機 可是不能讓別人發現的 我這樣說好了 假設你的閨蜜 真的很好的朋友 有一個鑽石項鍊 小小的 然後你看你覺得很可愛 可是人家心買 你想要跟他借 你要怎麼說 跟他借 為什麼要跟他借呢 不要 不要 比如說想要帶過來 借過來 出去約會的時候 帶個一兩天 如果有人 那就直說 說可以借我帶兩天嗎 可是那樣就 那樣就很直接啊 萬一拒絕不是很難看 你就這樣說 你那個真的好好看喔 我有一件衣服 真的跟那個很搭 這樣 你連手我現在都要 對啊 對 你看他就已經學會了 戲裡面的太太們 官夫人們 跟人家拗東西 就不會說 我幫你借一下 讓你拍看看 對不對 對啊 那你就要說 我也有一件什麼什麼顏色的衣服 搭上這個東西 你看那個臨口 配上這個東西就好看 人家就會默默的改天 把這個東西送到你家 他就說好 一天2500 就是租金是2500 沒有 就是你要讓人家覺得 就是你表達的東西 有傳達到 但是傳達到的方式 是讓人家舒服 可以接受的 然後自己也不卑躬屈膝 就沒有拜託人家 可是那也要對方 也是有心機的人 才聽得出來 對 因為萬一對方就是聽不懂 他還是說 對啊 很漂亮吧 然後就這樣說 對 就這樣結束了 你就是想說 接收不到那個 如果活到官夫人那個年紀 是不可能聽不懂的 所以像他說的那一種 就是裝傻也是一種厲害的心機 對 對耶 聽不懂也是一種 我想借就用跟他那個方式 我覺得大家真的應該 好好去看一下這部片 尤其是身為女性朋友